就是楼梯间 但是却堆满了女房东的杂物 我们也独家的曝光 内部的搜救画面 楼梯因为这些杂物而寸步难行 因为租屋中分 结果导致有六人无辜的身亡 这个惨剧是台中24年来的最惨 但是现在这个75岁的装姓女屋主 她恐怕也有责任 因为她长期的在这个屋子的大门口 还有屋内大量的囤积回收物 中西区的清洁队是联合警方 多次的前往清除 结果还被屋主告 告了三次 那其实过去从109年到110年 光是电弹期间就开发了24次 但是呢 这个屋主只缴了一半不到 然后依然的囤雾 这次也导致了逃难 还有救命都很困难 五楼以上 六人里面有五人都在五楼以上 那一次就是因为 五楼的逃生门被锁了 所以呢他们没有办法往外逃 那怎么办呢 其中呢就有一名原姓男子 他本来呢是要来访友的 他不住这边 结果呢跟他的朋友 还有余姓女友 一起爬上了六楼的铁窗 要来等待救援 结果呢 他不小心摔下去了 从六楼坠落 还好整个人坠在汽车的车顶 那现在送一之后伤势稳定 而这一台救命车的女车主也曝光了 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 今天已经进入了第十二天 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 他特别的跟俄罗斯的人民喊话 希望他们不要保持沉默 因为乌克兰真的快撑不住了吗 国防官员警告 他说俄罗斯正在准备出动所有的部队 来对于首都基辅来发动全面的进攻 而美国这边有消息 据说呢 这个俄罗斯已经把95%的集结战斗力 已经投入了乌克兰的境内 等于是军情告急 而且俄军狂轰滥炸 连平民他们都打 而俄罗斯最新的消息指出说呢 我们刚刚其实跟你讲了 这个俄罗斯的大军 他们连平民都炮击 平民都不放过 那现在呢 我们原本传出来说 俄乌之间有一个合议 就说我们愿意来开设 人道走廊 让平民赶快来撤退 不过这个人道走廊 会不会是俄罗斯集结平民 然后一次杀的这个手段呢 因为现在就被发现说 这个同意开设 人道走廊的这个城市 第二度的要来尝试开设 才停火30分钟 俄罗斯就开始大规模的轰炸 就怕这个乌尔战事 也变成整个西方大战 所以呢不少的外国领袖 他们都希望能够来展开斡旋 以色列总理是第一个 在战事在爆发之后 首度一对一面见普丁的外国元首 他说斡旋不成 而且呢他告诉大家 一个惊人的消息 他说其实啊 普丁始终都知道 这个乌克兰的总统 泽伦斯基是藏在哪里的 但是他们就是按兵搏动 希望能够活捉 现在传出欧美各国 他们都认为最坏的状况 有可能这个基辅被拿下 但是呢他们希望 能够来延续泽伦斯基的政权 并且提出了方法 这一场大战影响了 全世界的经济 那俄罗斯其实曾经被称为 叫做金钻四国 那很多人就说啊 我们来投资这种新兴的市场啦 然后呢卖了一堆基金 但是呢受到了地缘政治的影响 所以呢俄罗斯现在呢 被国际制裁 也影响到了我们台湾的投资人 那现在台湾的受险业者 他们就曝光了 投资1382亿元 俄罗斯的债券 那国泰金已经认列 这个恶债的减损高达26亿元 对于整体的市场来说 投资人确实受到波及 但是俄罗斯现在反制裁 所以呢想跑 投资人也跑不掉 民进党希望能够扩张执政的 现实版图 下一波的提名 可能会针对非执政的现实 那其中被点名的 包括了宜兰 云林 那还有澎湖 在宜兰呢 宜兰市长说 他已经准备了一年了 那希望打对手有争议 那云林也是 他说啊 对方呢 张家有争议 那有机会一拼 不过呢 其中啊 在前澎湖县长 陈光复的眼中 他非常的乐观 他说啊 因为这个乡民都很不满 澎湖的县长 现任的作为 所以他觉得很有机会 重返执政 但是说到了这个蓝天 其实居民最想要的 就是蓝天绿地的公园了 新北市非常积极地 来打造全林共荣的特色公园 三年来就盖了79座 那新店区的马公公园 小小航海王游戏场 7号也正式地启用